今天我们去吃第6101家餐厅 西北邵东家开的店 名字就是他本人 壮壮 要一个干式熟成的羊肉上的好 七分吧 您可别后 现在熟成的风很大 但是熟成的羊排羊肉羊腿 真的是比较少见 先喝一下壮壮烤羊肉同名鸡尾酒 风干羊肉串 威士忌里面用了羊培根提炼下来的羊油 好家伙 怕羊肉兴山的 这酒还是重口了一点 等烤烤的时候我们吃一个羊肉酥壳 听说是他们家爆款 要表演一下他们外面那个酥皮 好酥 羊肉的比例其实比较少一些 多一些牛肝菌 就是松露的香气 碳烤羊胜脑 你们还4.5分熟的吗 你看我聊就知道了 如果你以前是很喜欢吃那种嫩羊排的 那这个你就要考虑一下了 我们尝尝下面那个叉烧 羊肉把它做成叉烧 非常的嫩 跟上一个形成了明显的两极 但是作为叉烧来说挺有创意的 但是猪肉已经很好吃了 除非是特别爱吃羊肉的 可以吃这种吃法 羊杂烩饭 看来羊肚也挺多的 比直接吃羊排的话要更串一点 烩饭的形式 然后米粒会有点硬一些 整体会有一种茴酸的那个味道 烤羊小肠 看来这个害羞 口感很好 外面就烤到有点焦焦了 你看它都已经起泡沫了 碳香十足啊 目前第一名啊 28一川 朋友们 今天全套的最后是羊奶做的奶皮子 酸酸甜甜 我们吃这几道呢 确实挺有创意的 熟成的羊肉啊 其实比起熟成牛肉 我个人觉得还是少了一点意思